警方方要求证据 我们要问为什么巴西的警方后来决定 也认定说 这个民众不见 很有可能是被外星人绑架 我们来看 原来说这个民众的房间里面 真的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拜的人我们可能从来没有看过 拜的是外星人之父啊 是的 最近在巴西发生了一件 很奇怪离奇的那种 那个失踪案件 那这个人呢 是一个24岁的一个男子 他很奇怪 他是一个大学生 他又是本身又是一个飞碟迷 很喜欢研究外星人 那么呢 他除了研究他自己的心理学主修之外呢 他疯狂的热爱这个飞碟跟外星人 但他在家里呢 经常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面 就在家里的房间啊 对 这么大一个 然后呢 他的那个父母啊 在平常看他也都是很安静 闷在家里头 也不知道在做什么 就整天在那边写写写写东西 他在2013年的时候 曾经跟他妈妈说了一句话 他说呢 我现在要开始工作了 妈妈就奇怪 你为什么开始工作 在家里工作 工作就工作 他说为什么特别跟我讲呢 他说呢 我现在要写14本 可以改变让人类更好的书 然后妈妈就觉得说 哦 可能是我这个儿子 他可能 这个有远大的这个目标啊 又什么的 也没有想太多了 书的内容从哪里来 结果他家的父母亲 后来一个月去旅行 去外地旅行之后呢 他跟他姐姐 关在家里面 姐姐也不知道他弟弟到底在房间里面 做了什么事 就一个月过去了 父母亲回来了 就打开房门一看 儿子消失了 留下了一堆满地的这些奇奇怪怪的神秘的符号跟文字 这些书是他写的啊 然后他摆了这14本 他自己手写加密的书 为什么是加密的书 阿拉伯数字都是加密的书啊 对 这些那个罗马符号的这个书里面呢 全部都是他自己手写的 透过这种 这种变体的这种符号跟文字呢 去隐藏他真正里面的含义 他必须要去解密 是所谓的天启吗 可能有什么能量给他 他马上写出来这样子喔 对 他因为他的这个房间里面 还摆了另外一尊 大家现在看到这个 很大的一尊雕像 画面有看到 那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呢 跟他一样 正好都叫布鲁诺 那这个布鲁诺 他是一个16世纪的一个思想家 哲学家 他也是第一个提出来 他认为有外星生命 跟外星人的一个哲学家 那么布鲁诺非常崇拜他 然后花了大概7万多块台币 去搬了这一尊这个雕像 摆在这个自己的房间里面 然后呢在墙壁地板 到处贴满了这些所有 不知道他是受到了什么样的启发 或者不知道受到什么样的指引 去写出来这样文字 然后把这个14本书 这个手写书 密密麻麻写得满满厚的 那现在在网络上 已经有网友开始着手 他们在所谓的在破解 这个他里面的这些符号 跟神秘的密码 刑警在这个房间里面现场 他找到了许许多多 散落各地的一堆光明会的书籍 那么不禁让人联想到 这个光明会跟这个 跟他这个布鲁诺 研究外星人到底有什么关系 你说那个密码 就跟光明会是有连结的 是的 那这个我们现在讲到 这个光明会 那我们这个东西是 为什么它会导致 让这个布鲁诺 神秘的消失 神奇的消失 到底是被外星人绑架了 还是他自己 让自己透过一种 什么样的能量转换 让自己离开了这个世间 不一定 但是背后 其实都拉到了一个主体来 它叫光明会 我们说到这个光明会 它怎么来的 我们首先先看到这个好了 我们大家都知道 最厉害的 美国最厉害研发 最先进的武器的 国防先进研究署 我们俗称的 DARPA DARPA 看到没有 它这个logo上面 竟然有一个 奇怪的金字塔 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你说DARPA研究 光明会的内容 这个非常的匪夷 所思也很奇妙 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 大家有没有想过 在美金一块钱的后面 也是有这个 奇怪的金字塔 有 这个金字塔 也是光明会的这个符号 上面有一颗 很奇怪的眼睛 为什么就有个眼睛 这个称之为 全知之眼 也称之为上帝之眼 或叫做全知之眼 为什么 它看到所有的东西 它监控所有的一切 那么美国的DARPA 为什么借由这样子的东西 来做一个 它研究的机构的一个logo呢 重点来了 其实美国的这个DARPA 它除了研究这些先进的 这些国防设备 还有更为人所不知的 这所谓的这个黑科技 黑科学 它其实重点 其实在这个光明会的 这个所谓的这种 邪恶的秘密组织里面 它的解读就是 它要掌控一切 你说光明会是邪恶的秘密组织 它是人组成的吗 是 这个光明会 这光明会是在 那个17世纪的时候 那就是它是在1776年的时候 它是一个德国的一个教授 它所成立的 十一世纪就开始了 它是一个秘密的一个地下组织 秘密的组织 对 地下社团 对 那它们呢崇拜科学 然后呢 它们其实是反基督的 对 它们只相信它们自己 它们全能的一个所谓的造物者 所以又所谓光明会的组织成员 对 那这些人的目的是干嘛 这些人的目的 它就是利用少数的精英分子 来控制所有地球的一切 还有这样子的 这个一切包括你 所有你想得到的 你想不到的 看得到的 看不到的 它通通要掌握 哪些的精英分子 是被它们吸收 这些精英分子里面呢 其实包含了 我们所有看到的 它透过所谓的黑暗的能量 为什么 它为什么会用金字塔 金字塔这个符号 对所谓的这个黑暗势力 或者是所谓的秘密社团来讲 金字塔代表社会阶级 它本身就是一种 邪恶的力量的一个象征 所以它们透过这种 金字塔的这种方式 将这些符号 把它就是透过 这个符号的渗透 让它渗入了所谓的 黑暗的势力 黑暗的能量 然后来达到 它渗透全世界 透过军事 政治 文化 娱乐 媒体 各方面的这样子 各个领域的这些人物 这些有名的 知名的人物 然后来散播 来召唤 来凝聚 所有黑暗势力 然后将这一股的 这个能量呢 提升它们所谓的黑暗势力的反扑 你的意思说像玛丹娜 它比这个首饰 在把撒旦来了 用这个方式 它其实也是光明会的意思 用这种撒旦来的这种 所谓的邪恶的力量 想要唤醒人们 让大家了解 原来光明会存在这样子 是的 其实光明会 它里面有非常多的 这样子的一种 很奇妙的首饰 不想我们都不知道 其实包括玛丹娜 包括甚至包括 麦克尔杰克森 这些欧美知名的这些 流行音乐的这些 天王天后也好 他们经常在表演的舞台 或场合公开 照片 录影带 MV都好 他们经常都会有一些 很奇怪的这些 手术举动 但是看似平常 但实际上并不寻常 有光明会的意思在 其实他们所谓的 看到这个 他把眼睛这样遮起来 为什么这样子 看起来我们一般来说 OK啊 或者是装可爱啊 摆萌啊 拍照的样子啊 其实他今天 我们不要看左手 看他右手好了 右手今天放到 眼睛这边的时候呢 这三根手指头 跟他这个圈圈 合起来正好是三个六 这三个六代表的是什么 就是所谓的撒旦的意思 邪恶势力的一种象征 那么另外的 像这个英国首相梅伊 梅伊也比 对 他这个东西 奇怪 他比个星星 爱星啊 爱星啊 是不是 爱星啊 我们会这样比啊 这也是撒旦的意思吗 他这个就叫做 一个所谓的叫做 钻石之手 钻石之手的手势 这个钻石是什么 指的就是金字塔 他就是用手摆成 在金字塔的手势 来保护这个 所谓的权势之眼 他也是一种能力的象征 也是一种 一种黑暗势力的聚集 那其实像 还有像 其实像 这些政治人物里面 包括欧巴马 甚至于包括史达林 你说手放到衣服里面 对 我们也常看到 其实我们都觉得说 这些小动作其实我们都觉得 平常是觉得 就不以为奇 就是说很自然啊 那我手插在口袋里 又有什么奇怪的 那个 你这个是放在西装里面 放西装里面 我们有时候看到电影里面 看到很多那个国外的一些 正式的公开场合里面 看到很多 很多元首 或者很多外交人 他们也会 可能会有一个那种 很像 毕恭毕敬啊 或者说有一个 这样子的仪式 或者手 可是很奇怪的 这些人 就有些人是把手放在这边 是代表一种 遵纪 或代表着一种 其他的礼节 可是呢 他们会居然 有些某些人 政治领袖 他是把手 放到这里面来 那这个 这个姿势呢 这个在光明会的 这个手势里面 他解读成 就是一种 所谓的叫做 忠贞不二 就是一种